面对年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 现任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一直力推现任副市长黄珊珊参选台北市长 但由于黄珊珊地属于亲民党 引发民众党内部反弹 对此黄珊珊回应称 党意不要名价于民意跟良心之上 来看报道 柯文哲日前表态 黄珊珊不一定要代表民众党参选台北市长 引发民众党内部反弹 认为黄珊珊享有民众党跟柯文哲的资源 却没加入民众党 对此黄珊珊11号出席民众党 在台北的党员见面会 再次以柯文哲用五党籍参选台北市长的经验为例 称党意不要凌驾在民意跟良心之上 市长用五党籍参选市长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没有政党的人在支持 党意不要凌驾于民意 党意也不要凌驾于良心 我觉得从来不是个压力人 我们有自己的所谓的娘家 也有自己一起打仗的朋友 大家把饼做到最大 而不是只是在饼里面分位置 没有政党的包袱之下 他可以做的事情会更多 五党籍对他来说 会是一个他在市政上面 或是他在各种不同的题材上面 对于人民的议题更能发生的选择 不过外传为弥平内部不满声浪 柯文哲拍板最晚7月初进行民调 决定黄珊珊要以五党籍还是民众党籍参选 另一方面民进党的台北市长提名人选 原来呼声最高的陈时中 因最近几个月防疫不力 民意支持度大幅下滑 台交通部门前负责人林嘉隆又有派系考量 因此近日传出绿白可能整合 共推黄珊珊参选的声音 对此民进党党务人士表示 绿营与柯文哲已经撕破脸 这场台北市场选战 又联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再加上2014年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是分时绿营选票 这次黄珊珊是抢蓝营选票 因此民进党不可能不自提人选